我母亲每天,在那个年代,她是犯法的啊 每天家里边都供着菩萨 香也很少,偶尔的有根香 她就要拜一拜早上,晚上拜一拜 我母亲回到家,就在菩萨下面哭 我家还供着那个老天爷,还供着这个天以真人 我母亲是佛教,道教也是什么都信 信神信天,她也分不太清楚佛和道的差别 所以我从小我就记得,我母亲的希望 我母亲认为驱灾避邪,带来公平公正的 就是菩萨,就是神 这一点让我从小可以说受到巨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的战友们 要孝敬老人 因为在你最困苦的时候,永远不离不弃 能把饭,能把命给你的,是你的父母 不一定是你的丈夫,不一定是你的爱人 更不一定是你的儿女,而是你的父母 给你生命的是你的父母 能为你付出生命的,也是你的父母 能把嘴里的饭给你的,也是你的父母 我母亲,我从来没记住,她主动在桌上,主动吃过饭 永远就是我母亲,最后就吃,或者她不吃 在那种情况下,我记下了 我的母亲,她没有自己 我的母亲的唯一,希望能让她驱灾避邪,躲过灾难 让家人平安的,是信奉的是佛菩萨,还有上天歌神 没有什么当时政府共产党,而恰恰是那么残害我们的人 像我母亲这样的家庭妇女 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还让我这个儿子,我们这样的家 吃了上都没下坠的人,在深山野林的人 让我知道了,有佛主,有菩萨,有上天,有神 有因缘轮回,我娘每天说,孩子别作恶,上天看着了 有轮回,有报应 这才是让我胡文贵能活到今天,才有今天的根本性的基础 所以,我信天,我信神,我不信共产党,我根本不信什么 党比爹青洋起的黄霸淡化,一切都清党的,一切都是党的 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了我家被党害,被党迫害,我看到了女人的尾巴 我父亲那个时候,每天都是跑到外面去,来什么,伸冤,想给平反 家里面这大都是我母亲,所以说,我很爱我父亲啊 我,我头两天跟我父亲从使命中说的,我非常的爱你 但是这个家里面老大是我娘啊,这个你得面对现实 现在请问一下,你还得面对现实,我家老大是我娘 所以说,我接受不了任何人,对女性不敬,对母亲不敬 或者说,在中国社会上贬低女人,这真是人类上最不要脸的灾难